比如說像是這個檸檬 大家都會覺得檸檬是鹼性的水果 吃完後對身體很健康 所以常常都會有人3分50的 就是檸檬片泡水、檸檬汁 就是擠出來變成檸檬水 大量的喝這個檸檬水 希望身體健康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個PH值的酸鹼去看待 你就會發現大部分的水果 其實PH值比較無稀的 都是比較偏酸性的 尤其像是我們的檸檬 它的PH值其實大概就只有2 第4就是比胃酸還要酸 所以如果你已經在胃食道逆流當中的人 然後你又常喝檸檬水 其實往往會加重你胃食道逆流的一個症狀 我們稱為這個叫做高酸性的水果 我們是用PH值小於3來做分類 那高酸性的水果有哪一些呢 譬如說檸檬 譬如說像是我們的柳橙、草莓 那這些呢都是所謂的高酸性水果 那再接下來呢 為大家介紹中酸性的水果 那它的PH值大概落在3到5之間 那這個水果有什麼 譬如說像是我們的梨子 還有我們的木瓜、蘋果 再來就是我們的葡萄 這些就是中酸性的水果 雖然你感覺蘋果不酸 但是其實蘋果裡頭有蘋果酸 所以它其實有微量還是有酸性的東西 既然症狀都在不舒服呢 我們就會建議這些水果 就放後再吃 避免空腹吃的時候呢 可能會讓你的胃不太舒服喔 那最後呢 為大家來介紹什麼是低酸性的水果 相對就是比較安全 比較適合我們在這個胃食道 命流症狀很嚴重的時候呢 可以吃的一些水果 譬如說像是香蕉 還有這個西瓜 那這個就是低酸性的水果 那如果這個症狀明顯的話 那相對這些水果呢 是比較安全的水果 所以呢 最後就提醒大家喔 就是胃食道逆流呢 胃酸嚴重的一些症狀之下呢 我們高酸性的水果就是暫時不要吃 那中酸性的水果呢 最好就是飯後立刻吃 飯後大概30分鐘以內 叫做飯後 那所謂的低酸性水果呢 相對就是會比較舒服 比較不會這麼的 讓你的這個症狀加重 那今天就跟大家來分享 這個水果怎麼吃